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考舞弊履禁不止 花样翻新 令人震惊 热线12今日关注 辽宁盘锦高考舞弊案 20岁智利残疾女孩家门口失踪 究竟谁是幕后黑手 警方抽丝剥茧 最终能否顺利找到她 今日热线故事 被设计的失踪案 各位众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首先进入热线快报 老刘前一段时间打了一场官司 赢了500多万 但是让老刘搓火的是 这500多万 他一分钱都没拿到 而是被别人悄悄的领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刘利普是来自江西的一个包工头 十多年前 他来到济宁市做建筑工程 2012年 由于开发商拖欠了刘利普 680万元工程款 双方打起了官司 最终以刘利普胜诉告终 2013年1月 刘利普委托律师到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可是拖了近两年 还是没有结果 2014年12月 刘利普终于等来的答复 可结果却令他目瞪口呆 属于他的几百万执行款 早就被执行回来了 并且已经被别人领走了 我东西都是发贷了 我请了往东西那里发贷 我想我都不敢吸 这么那个钱500多万 这么大个钱 我想不通过北林 电话不打一个 我就把这个钱领走 把愿向刘利普提供了一份委托书 从委托书上看 被委托人叫严某 这是一个特别授权的委托书 授权严某代为领取工程款 即和解事宜 可老刘否认这份委托书 是他写的 从法官提供的 此后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 严某合计领走执行款 5070638元 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刘利普和他的委托律师 从未接到过任何通知 这是从法院卷宗中 复印的两份委托书 一份是带领执行款的 特别授权委托书 另一份是授权严某 为执行代理人的委托书 刘利普认为 两份委托书都是假的 在他看来 事情其实很简单 只要法院能够进行司法鉴定 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可几宁中院似乎并不着急 刘利普自己找的鉴定机构 做出的鉴定意见不被采纳 而法院挑选的一家三方 都认定的鉴定机构 在拖了四个月的时间后 竟将材料退了回来 不给他们做鉴定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能给你解决是什么 就是等待 最终老刘决定去公安局报案 控告严某用假委托书 诈骗了507万 希望公安机关查清严某的犯罪事实 但民警说 必须要法院证明委托书是假冒的 才能立案 而在民警给老刘做工作的过程中 也道出了不想立案的真实原因 这不能怪人老刘啊 患上谁都是一样的 这钱是属于我的 我打了半天官司 好不容易赢了500多万 然后你居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都是让别人给领走了 这个到哪说理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理 江志强 江律师 这是张春卫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 那为什么呢 老刘怎么能不知道呢 哪个环节会出了问题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现行的这个法律工作程序里面啊 对于委托书只做程序审查 他不做这种要求 必须当事人本人到法院现场签字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如果你的这个授权里面的内容 有特别授权 比如说代收执行款项 那就不必然一定要通知当事者 本人到法院领取 是因为他程序上的东西是完备的 那么这里面问题出在哪 出在了委托代理上 按照我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 这个相关的规定 能作为代理人的只有三类 所以我们要跳一个脚去 看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一类 法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像我们这样的 第二类是当事者的近亲属 或者是单位的工作人员 我们显然来看 这个当事人的主体是老刘个人 不是单位 所以严某哪怕是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也不可能成为代理人 他又不是他的近亲属 第二条又否定掉了 第三条就是当事人所在的单位 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推荐的公民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材料就是 没有看到老刘所在的单位 或居委会村委会推荐了严某 作为他的一个代理人 那就是说你在程序上 就出现一个大的问题 他不可能成为代理人 对 这是程序上的一个问题 另外即使前面这个程序没问题 现在人家当事人老刘说了 那两份委托说 我一个都不承认 那就不是我签的 我就不知道这事 那到底是不是老刘签的 这事哪那么难 这笔记鉴定 几分钟搞定的事 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 不给人鉴定 需要做司法鉴定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才导致这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往前推进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 两份委托书 一份是委托执行代理的 一份是委托代售执行款的 两份委托书上老刘的签字 就是刘利浦的签字 是咱们肉眼一看完全不一样 肉眼都看得出来 对 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 这两份里面会不会有一份 是刘本人签的 然后另外人说 你既然之前给我受选了 现在我又补了一个 代售执行款 这时候遭到假 这种情形还是不排除 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 对 当地公安机关的做法 也是让人很不理解 你说人老刘又找你 人说这事有问题 我现在要报案 公安机关说 你不能报案 为什么不能报案 你得证明当时你那两份委托书是假的 老刘说我这有 我鉴定出来了 说你找谁鉴定的 我自己鉴定的 那不算 你得找法院承认的 法院承认的 三方都承认的那家鉴定机构 现在不敢鉴定 拖了那么长时间 以为原本不动的推回来了 是吧 当地公安机关的做法是否成立 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按照法律的规定 任何的公民发现了犯罪的这种事实 或者线索你都应该去审查 别忘了公安机关是我们国家法定的侦查机构 也就是说 哪怕老刘手上不拿着这样一个鉴定 不是我签字的委托书的一个鉴定结论 你都应该立案 为什么你应该去审查 到底是还不是 而现有的证据很清楚 法院当时给的一些材料 委托书两份 然后收条都有 那就是你看我的钱被别人拿走 好 陈伟你来谈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 三个地方有坑 第一凭什么老刘该知道的消息 被阎某知道 对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消息是在哪走漏的 然后第二的话呢 阎某为什么可以凭着两份这样的一个委托书 就把钱取走 而不告知老刘 那我觉得这种环节上的失误 是偶然的 还是有泪鬼的 还是说就是诚心 被不小心的人钻了一个控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必须要来鉴别 但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这件事的拖拉扯皮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部门和部门之间 为了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观观相影 这点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来深思的 嗯 到处都是坑 有坑不怕呀 必须得有人扶着我们老百姓过去 那你相关的部门应该扶着我的时候 你就别再给挖新坑了 好 接下来关注的这事呢 也大 在今年的六月份 辽宁的盘景 居然发生了高考舞弊案 目前呢 终审结果已经出来了 辽宁省盘景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透露 曾轰动一时的盘景高考舞弊案 以终审结案 18名被告人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其中1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至缓刑不等的刑罚 另三人免于刑事处罚 2014年高考前 该案主犯邓宇和在网上 以43万元的价格 先后购买了110套作弊设备 同年6月7日 邓宇和等人商定了答题点传题点答题人 以及念高考答案的人 通过一套严密的舞弊网络传送答案 经确认2014年高考期间 邓宇和等人卖出高考作弊设备 设备及答案100余套 收取前款158万余元 总计非法获利300余万元 这是终审判决 江律师你先给解释一下 终审判决是不是就不能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可能您的感觉是不是说 这么大一个影响 怎么判得这么轻呢 主犯才三年 然后从犯还有人的缓期事情 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 像这种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这个罪 应该是有两档 第一档是三年以下 第二档是三年到七年 实际上我看的就是说 这个影响社会影响是很大的 高考舞弊侵害什么 是考生的公平权 就是我成绩高的得不到高分 成绩低的或者没有成绩 反而得到高分 他的社会危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在高考答案 或者在高考考试 结束之前高考的试卷和答案 都是国家的机密 按照我们国家是绝密机密和秘密 它属于绝密最严的匿迹 对 好 类似的案件还有 我们再来看看 2015年6月8日 辽宁铁岭警方接到了 招考办提供的信息 信息称 在调兵山市第一高级中学 对面的小区里 有人正在用电子产品 为考生传递答案 警方立即出动进行搜查 发现我们来了以后 实际上稍微有点慌张 然后手里拿了两部手机 我们经过检查以后 发现这位机 就确定了这里边有问题 我们就找到控制了 经过审查得知 两个人均为孩子家长 他们也交代了购买和使用作弊器材 帮助孩子高考作弊的事实 就这一个 这叫发射器 就是这一个玩意儿 带一个耳机 然后怎么使用呢 他就告诉我 把耳机装上电池 塞到耳朵里就行 孩子家长说 他们都是通过路边的小广告 购买的作弊工具 价格为每套两万元 好在他们的孩子 并没有把作弊工具带入考场 同样是在今年高考期间 江西南昌发生了高考替考舞弊案件 替考组织通过网络招揽高校的 再读学生或者毕业生 通过高校教师和社会中介人员 串通招考办 考试招生院 医院等相关人员 打通了高考报名 医院体检 身份识别等一系列环节 于是枪手替考的流程 就变成了 有高考学生家长出面买枪 有中介出面找枪 有替考专业户出力当枪 有教育部门的某些官员 用权力去配枪 最后有监考老师和寻考主任 放哨挡枪 案件发生后 公安部门联合调查组 查明了有关事实 对涉案的42人 依照法律法规进行了处理 刚才出的一个小表格太震撼了 这证明啊 这个考试的枪手 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为什么类似的事件 是屡禁不止呢 春卫 十年寒窗 我们看到的是岸枪栏防 最大的岸枪是来自于什么 熟悉整个规则的各个环节 你想 身份证是怎么被替换的 准考证是怎么被替换的 考场又是怎么被监管的 然后这些夹带又是怎么样进入的 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链当中 有人特别熟悉规则 而且有人担保不会被拆穿 核心是什么 他们之前一定做过 而且一定从中获得了更多的一个利益 我们都知道一分之下万人之差呀 正是由于我们认为这是国考 这里面有我们所说的必要的一个公平 而一旦侥幸的穿越 那到最后获得的是什么 就是比别人更多的一个机会 一边是十年寒窗 一边就是我有钱就能办到的 这样的一个解决之道 才真正的突破了我们所说的社会的底线 但是面对一场国考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更多的寒门子弟 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平的机会 也希望普通人能够就此获得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越在此时此刻 我们越应该打掉那些把手伸向 不应该伸向的地方的那些人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一个国家 最基本的国考的公平 对 刚才春卫一直在用 最基本的和底线这样的词 那这些是应该连碰都不能碰 连想碰的想法都不应该有 更别提这些人敢以身试法 惩罚的还是太轻 热线快报就是这些 马上进入主题故事 2015年7月1日上午 家住浙江省瑞安市的王红 买完菜回到家中 发现女友小宇不见了 在外面菜场去买菜嘛 也就是买菜了 每一份了 回来 回来就找不到她了嘛 我就到处找 好 到处找就没找到 女友小宇找不到了 这让王红十分紧张 因为小宇有一些特殊 今年20岁的小宇 行为能力只相当于几岁的孩子 自己很弱嘛 她不能自己单身出去住室嘛 不过就要反正就要一起去 不管做什么事 她就她自己不能去玩 就是要靠我带着她去 王红发现小宇不见踪影 赶紧给家里其他人打句电话 去问他们是否见到小宇 王红和家人找遍了小宇平常有可能去的地方 但都没有发现小宇的身影 于是他们一边扩大寻找范围 一边前去报警 寻找警方的帮助 接到小宇失踪的报警电话 浙江省河安市公安局遇害派出所的民警们 立即展开初步调查工作 因为她比较特殊 不抓紧之后的话 以后永远会找不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就蛮大 通过对小宇家属的询问 侦察员了解到 小宇和王红都是四川人 王红因为身体有残疾 一直未能结婚 直到两年前 王红从四川老家带回了智力 有缺陷的小宇 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她小时候在两岁左右就比她父母一气了 是她奶奶讲过来带大的吧 她奶奶身体 反正感觉身体老了 人老了嘛 她就看到我们家的条件还好 她就叫熟人来介绍给我做老婆嘛 自己是爹地嘛 比起来说也有残疾的嘛 是不是啊 自己这个样子 都说龙佩龙嘛 疯疯疯嘛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很 很正常的人嘛 王红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 都在瑞安 从事出租房生意 而王红则带着小宇 被出租房打扫卫生 赚取生活费用 为了尽快找到小宇 侦察员调取周边的监控视频 在监控视频中 侦察员终于发现了小宇的身影 当时我们发现 就是有一个男子 就是年纪稍大的一个男子 到了那个小宇的家里 然后是跟小宇说了 好像是说了些话 后来这个 他就出来了 然后是小宇 就是也拿来把鱼伞 一起跟着他出来 走到后面 就是消失到 在这个监控里就消失了 然后我们钓约了下一个监控 发现这个小宇 就是跟着另外 有一个年纪稍小的一个男子 走到那个路口 路口是上了一辆出租车 根据小宇家人的辨认 从家里带走小宇的 这个年纪稍大的男子 是他们的邻居六猛 于是侦察员立即将廖某 带回公安局进行询问 廖某说自己当天中午 他也承认自己跟小宇有接触 但是他说这个跟他接触之后 小宇后来就是蹦蹦跳跳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廖某这样解释 廖某承认 7月1日中午 自己确实见过小宇 但是对于小宇之后的行踪 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那么廖某所说的话 究竟是真还是假 此时一把蓝色的雨伞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那把蓝色的雨伞 起先是在这个年长的男子手里 后来是在另外一个监控里发现 这个这把雨伞是传递到了 那个另外一个年纪稍小的 这个男子手里 在视频监控中 侦察员发现 廖某手中的蓝色雨伞 和那名年轻男子手中的蓝色雨伞 出奇的相似 我们就当时认定 这个应该就是同一把雨伞 这个廖某的行李就跟不近身了 如果真的像侦察员推测的一样 出现在两人手中的这把蓝色的雨伞 是同一把伞的话 那么就说明 廖某和带走小宇的年轻男子 有过接触 此时已经被警方控制的廖某 能否成为案件的突破口呢 廖某是直直运运的 根本就是说这个不配合 实际到了这个地方 就说这个确实一目抽战 廖某的不配合 让侦察员一时 没有从他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于是侦察员只能从廖某 最近接触的人员入手 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排查 通过周围走返发现 廖某家这两天正好来了一个亲戚 就说这个 以前没来过的 这个人案发以后就一直没出信 通过调查了解 廖某家中这个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人 是廖某的亲戚敖某 敖某是否就是带走小宇的那名年轻男子呢 就在这时 调查7月1日当天 出租车去向的侦察员 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出租车司机的指认 侦察员确认 带走小宇的那名年轻男子 正是廖某的亲戚 敖某 没有具体的路径线索 侦察员根据经验猜测 同为贵州省金沙县人的廖某和敖某 极有可能将小宇带回贵州老家 于是专案组派遣侦察员 前往贵州省金沙县 廖某和敖某的老家 寻找线索 贵州那个毕竟那个警方 向我们提供一条重要的线索 他说那个敖某在那个7月9号晚上 曾经在那个上海那边出现过 为了能够尽早找到小宇 专案组安排侦察员前往上海 同时也申请上海警方配合协查 对敖某可能出现的地点进行地毯式搜捕 这一次的搜捕行动终于有了结果 7月15号下午我们那个 在上海警方的支持下 在那个上海那个洞车站 抓获了那个犯罪行李的敖某 敖某正要准备 就是这个一个上海 想准备到附近 警方将敖某抓捕归案时 小宇却并没有和敖某在一起 为了尽快获取小宇的下落 侦察员连夜对敖某进行突审 在大量证据面前 敖某交代了小宇的下落 敖某交代说自己是跟 按照廖某的说的 是将那个小宇带给一个叫聂某的男子 但是他就说是聂某的那个住处 他就说自己记得是在山沟 这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山沟里面 具体那个山沟 山沟那个具体的地方 他其实也说不清楚 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 侦察员终于找到了聂某的住所 但此时侦察员并没有急于行动 把那个直接去冲的话 万一聂某不在家 聂某可能听到风声就会逃走了 所以我们等了几天 这个当然这个是在确保 就是说这个人质不受 就是说这个见不清爱的情况下面 所以我们专案组当时就是想到了 冰封两路 是第一路人马去那个聂某 然后是去那个通知聂某 聂某那个应以其他理由 让他到派出所接受那个调查 聂某当时就被我们叫到派出所去了 同时我们当时叫到派出所之后 我们这边第二路人马迅速行动 但是对那个聂某的住处进行那个搜寻 在聂某被当地警方控制之后 侦察员前去聂某的家中解救小语 小语当时躲在那个房间里 完全的漆黑一片 我们当时还根本就看不清楚小语的人 只是后来是当时同行的 还有个我们叫来的那个小语的 那个他老公的姐姐 但是他就是叫那个小语的 用他们当地四川话叫小语 他说你 他说哦 三姐你怎么来了 我说三姐怎么来了 三姐 这些姐姐 还亲人警察 都在找你 找得你好苦哦 快点穿鞋子走 他翻把起来穿击就跑 2015年7月17日 小语被警方顺利解救 随后回到浙江瑞安 收买任聂某也被警方带回瑞安市公安局 等待进一步调查 至此这起拐卖案件告破 但案件背后还有一些疑问 有待揭开 我们看到这小语已经被这个警方成功的解救了 但是我们也有疑问 为什么作为邻居的廖某会单单的盯上小语呢 从2015年7月1日 小语失踪 到警方成功解救小语 历经17天时间之久 如此艰难的解救过程 都是因为犯罪嫌疑人 作案过程中 买卸了重重障碍 他这个整个过程 应该说这个都是很周密的 他想过的 说怎样就说避开人 他是有权方考虑 今年39岁的廖某出生于贵州省金沙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廖某的记忆中 他经常被哥哥姐姐欺负 我老爸是在老家上门的 等于他老家的那个 他爸爸死掉了 然后我爸爸去上门 上门呢 他家有几个 有五个姐姐 一个儿子 那些那些人都不好的 对我家都不好 对他欺负我家 也许是受到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 廖某的脾气有些暴躁 即便是对他的妻子 也时常是拳打脚踢 就会随时被他打那些 两三年打一次 两三年 连生小孩都打 这样的生活 直到夫妻两人一起出门打工 才渐渐有了改善 出门打工时 廖某并没有正经工作 家里的生活 几乎全靠妻子 一人来支撑 一直住在瑞安 就像小孩子一样玩呗 小的时候我认知都说 他说我爸爸到处去逛 他说什么都说 我妈爸也管住 他说还要煮饭给我们吃 我们家里面很苦的 然而吃苦耐劳的妻子 并没有留住廖某的心 廖某在外面有了情人 还同情人生了孩子 就是他听了他说 他还是跟高楼一个女的在一起 在一起后来 他们住了房子 开头 开头我都拿开房子费 后来我就 他老师忙我老师 然后我就没拿开 没有正当工作的廖某 已经习惯出入于游戏厅 台球厅等娱乐场所 而心灰意灵的妻子 不再给廖某生活费后 廖某的生活明显有些解决 他自己的那个 就是自己现在目前 没有固定的工作 经济收入没有最近 他有些生活发酵 也是靠以前的那个积蓄 然后他自己说 在上个月案发前一个月 在晚上买东西 还被人骗了几千块钱 最近的生活是比较 那个结局的 玩儿心不改 又没有惊喜来源的廖某 开始琢磨着赚钱的法子 最终动起了歪脑筋 他是前两个月 两个月他在家发跟我谈的 他跟我说 他说是 我给你儿子找个老婆 来的 今年52岁的廖某 是廖某妻子的哥哥 一个弟弟道道的农民 廖某有个儿子 今年26岁 一直没有成家 为了让儿子娶妻生子 廖某也曾在村子里打听过 可因为廖某的儿子 智力上有缺陷 所以始终没有找到 合适的对象 就在这个时候 聂某突然接到了廖某的电话 电话中 廖某告诉聂某 可以帮助他儿子找个媳妇 于是给予给儿子 找媳妇的聂某工心了 他开始跟廖某 谈起了价钱 他开头谈的时候 是五千块钱 五千谈了他的钱 谈也晚 一万他那他两万 两万他那就是他二万五 廖某准备要介绍 给聂某的儿媳妇 就是他在浙江瑞安 祖祖地的邻居小雨 为了能够顺利带走小雨 他开始有意识地 接近小雨和他的男友 他让那个养眉精 到了这么高一瓶给他 那个是二月份的时候 拿给他过了吗 他为了就是不去 他就说接近他的 偶尔来也给他们就说这个 送一点小英小灰的东西 什么洋美酒啊什么东西 他套套近乎 跟他们熟悉起来 同时廖某以介绍工作的名义 将侄子敖某叫来浙江瑞安 他叫我说我就 就说没考虑就答应了 7月1日那天 7月1日那天 廖某趁小雨一人在家 将小雨骗了出来 最后将小雨交给敖某 敖某自带着小雨乘坐提前联系好的出租车 去往宁波 出租车就联系好了 给我电话号码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就可以了 敖某自带着小雨在宁波住了一夜后 第二天一早乘坐大巴前往贵州 到达聂某家附近之后 敖某和聂某约好见面的地点 就这样敖某将小雨交给了聂某 地方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离当家没多远的地方 但是给我 反正女儿给我就给我钱 敖某在收取了聂某支付的3000元好住费后 就跑去上海抢避避风头 而带着小雨回到家中的聂某 很快便发现 小雨的智力有些不太正常 如今敖某和聂某都已经坦白交代了案件的经过 但是作为案件关键人物的廖某 却对拐卖小雨的事情依然矢口否认 但是在种种证据面前 廖某拐卖小雨的事实已经无可逃避 我们根据老廖就说 请后的这个表现 以及就是说我们走坊和视频中间发现他这个初心的场景 这个事情跟老廖应该是就脱不了干系 关系非常明显的 法律最终会对廖某 敖某和聂某做出公正的判决 回到家中的小雨在家人的照顾下 对自己被拐卖的事情已经淡忘了 渐渐恢复到从前的生活状态 小雨的男友也计划 回老家和小雨领取结婚证 给他一个真正的家 在整个案件当中 一共是三个犯罪嫌疑人 分别是小雨的邻居叫廖某 他盯上了 然后准备总导演这个案件 然后拖谁呢 拖他的亲戚是敖某 把小雨给送到了聂家 聂家作为买主 也应该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 三方在整个案件当中 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志强律师 我就是这样 廖某和敖某追究的是拐卖妇女罪 按照法律的规定呢 是五年以上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收买的这个人呢 叫聂某 他犯的罪呢 叫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这里面呢 可能重点说两个 第一个呢 就说一下这个廖某 他现在不承认 说这个事是他干的 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 知道聂某的儿子 没媳妇 想找媳妇的是他 发现作案目标小雨的是他 把小雨从家里拐出来的是他 找车的是他 然后找人把小雨送走的还是他 对 但是他一分钱没得着 那不影响 你把人拐出去了 不代表说最后我收了多少钱 才能定你 所以这个不影响 还有一个呢 重点说一下这个聂某 因为之前的法律 和现在即将实施的法律 有一个变化 我们之前说 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你只要不违背她的意愿 不阻碍这个被拐卖的妇女 返回人家原来居住的地方 原来的法律的规定 叫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呢 我们国家的刑法刑事责案9呢 从11月1号马上就要实施了 实施之后呢 把这条做了一些修改 前提还是这样的 那么结果就是说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把这个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条款去掉了 也就是说 只要你敢买这个被拐卖的妇女 怎么着都会定你的罪 对 我们一直在用一个词啊 叫买 你看当地人好像对买啊 这种行为一点都不避讳 觉得我这个儿子啊 反正不是那么那么那么健康全面吧 有点缺陷 那正常的人家呢 不会找我儿子当儿媳妇 干脆我有钱 是吧 花了两钱 我买一个得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春威 我想呢 这个第一呢 是一个民间的一个陋习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觉得无后为大 自己家的孩子有问题 但是我给他找一个媳妇 孩子生出来未必有问题 然后这里面存在着很多的一个侥幸 但是不管怎样来说的话呢 就是把人口当做一个买卖的一个商品 这件事情的话 必须从大家根植上来解决 有的人会认为 我还给他一条出路呢 因为有的时候买卖的 这个妇女有的时候有智障的 然后有的是有产障的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觉得 我这还给这个人一个出路 但是不管怎样来说 人不能够作为一个商品 无论是孩子 还是一个女性 都不能够以买卖的方式 来达到自己 所解决的一个需要的一个目的 而且我们看到的话 最近的一些法律 包括一些法规都在说明 即使是一个残障的人 他的家人对他仍然有关爱 他的家人对他仍然有爱的需求 所以看起来你是买了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